有时候觉得娱乐圈的恋情绯闻挺有趣的,比如说之前张翰和孟子逸,在节目上,男方傲销腹黑爱对人,女方傻白甜打咧咧,两人一碰面就是又对又斗又打闹,让很多看节目的观众磕CP说,这两人实在是太合适了,但让观众失望的是,节目播完两人也没什么消息, 而且孟子逸还上了恋宗和别人相亲上了,这边磕到天昏暗地,毫无进展,那边想象不到的却真成了一对,景博然和刘文,近日狗仔一个视频首歌的双黄蛋,不仅拍到了被频频传婚片的李荣浩杨成林,夫妻恩爱依旧携手同行,更厉害的是,还拍到了绯闻男友刘文、景博然,和友人聚餐过程中两人一路漫步前行,全程舍不得松手, 勾仔一举实锤,先回顾一下,这对新近绯闻情侣传绯闻两个月以来的所有交集和疑似恋爱证据,5月28日,刘文,景博然被网友目击到夜晚汽车兜风,自行车后坐在家人的浪漫场面,被网友有图有真相的记载了,随后,景博然被证实确实拥有照片中的白色老头衫,以及黑色复古自行车,刘文的丸子头和相似款备带裤也被扒了出来,更有利的证据是, 他俩车后跟着的同行人员被发现,是景博然的助理蛋蛋,连文声都对上了,这一part的证据,要鸣谢华晨宇粉丝,蛋蛋是华晨宇的前助理,刚跳槽裴心boss夜游兜风,就被前boss的粉丝给指认出来了,不过那会儿两人没有做出回应, 只有一部分粉丝在顽强抵抗,说几个自行车就是恋爱了,静瞎说,结果没多久,六月中旬两人又被拍到,狗仔拍到,刘文去了景博然入住的酒店,第二天才离开,这一之后两人基本就没怎么藏了,有媒体拍到刘文连续三天都现身景博然小区, 6月28日,景博然心系杀青回家,29日下午,刘文就和助理出现在景博然所在小区,东西放置后助理离开,6月30日,刘文出门工作,晚上再回景博然小区, 7月1日下午,刘文换了身衣服从景博然家小区出门做核酸后离开,一连三天,身上有工作的刘文来回折返跑,出入景博然所住小区,丝毫不嫌麻烦,不过虽然这一段看起来已经是很垂很垂了, 但大家也都知道,如今内宇粉丝对锤的要求相当之高,很多啥都拍到了的绯闻恋情都能闭言喊冤否认, 刘文锦博然这一块,因为当时没被拍到同框,也还是处于当事人拒绝回应加粉丝不承认的阶段,转眼到了今天, 最后一块拼图出现,啥都有了,疑似情侣当和好友夫妇聚会,散会后大街上公开出双入队,兼实质紧扣不撒手, 这恋情就算没承认,也已经基本是半公开了,而网友要么感叹景博然的眼光, 要么说,这两人是今年看过的最奇怪的CP, 牵手视频曝光后,媒体追访了两位当事人,希望得到个回应,结果让人目瞪狗呆, 信号不好快起飞了,从刘文经纪人这个态度看来,两个人谈恋爱应该是没错的, 但是对方也并不打算回应,毕竟刘文本就不是娱乐圈的人, 没有义务要回应自己的恋情问题,又有网友申巴了一下两人的恋爱史, 发现景博然会看上刘文,也是因为他偏爱高级脸这类型的女人, 为何这样说,与景博然的前女友有关系, 景博然唯一公开的女朋友就是妮妮, 2013年,景博然和妮妮合作等风来, 当时景博然已经显现出对妮妮的几分兴趣, 可惜她下手太晚,看中的都是有恋情的, 这话还强调过两遍,2013年那会儿,妮妮正和冯绍峰在一起, 冯绍峰作为书缺男艺人拥有一些非常显著的优点, 成熟嘴巴甜,夸人真诚,可称她为小花收割机, 从妮妮到凌云到赵令,我曾看过她和妮妮在一起的视频, 说话口气温温柔柔,从来没有像刘凯威一样的, 自认为了不起的大男子主义,比如妮妮上快本, 冯绍峰录了一端视频带给妮妮,先是说自己比妮妮还二, 所以不会叫妮妮二妮,接着又夸妮妮在生活中是女汉子, 但在荧幕上很有女人味,夸人的时候, 眼看屏幕带着笑意十分真诚, 最后还拜托夸了家族对妮妮多多关照, 手下留情,一番体贴温暖的操作让妮妮眼睛笑成月亮, 又比如两人接受采访,冯绍峰也不吝啬夸赞妮的好, 说妮妮做的一手好菜,她都不需要去学, 搜一下怎么做就能马上去买食材,一做就特别好吃, 最后还告诉记者妮妮哪儿哪儿都好,都让自己心动, 整段话日常又娓娓到来,仿佛老夫老妻的气质, 再次把妮妮夸得绝笑, 因此和冯绍峰在一起的妮妮, 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娇羞和开心, 妮妮在微博上也曾热烈表白过, 有些人来到你身边是为了告诉你什么是真情, 是为了带给你温暖, 不过这两人恋爱谈的高调,还曾商量过结婚的事, 但后来2015年还是分手了, 分手时到也十分平静, 开启了业内分手新模式, 2015年5月宣布分手, 6月份景博然的机会就来了, 她上惊心秀被问, 从baby正爽妮妮这三位合作过的女演员中选一个做女朋友, 景博然选了妮妮, 因为喜欢妮妮的气质, 很快8月份, 妮妮的新娘大作战上映, 景博然去助阵, 这之后两人的恋情就开始了, 2033月狗仔拍到妮妮收工后, 和景博然一同进小区疑似同居, 4月妮妮晒为景博然庆生的蛋糕, 5月两人在广州逛街被偶遇, 但咋说呢, 恋情和恋情也有不一样, 妮妮和冯绍峰在一起时接受过不少采访, 恋情看起来日常又自然, 但妮妮和景博然在一起相对低调, 两个人颜值气质上也有点像两个高领之花, 少点地气, 因此他们一快出场就给人感觉在拍大片或者某一酷的广告, 包括后来两人多次被拍逛街, 但因为距离太近且次数多, 被怀疑是摆拍, 于是和约情侣仪式渐渐越闯越广, 2017年景博然上花少三和妮妮来一段门后亲吻直接撒糖冲破流眼, 那之后妮妮还破天荒地秀了她和景博然的恩爱照, 不过也好景不长, 这段恋情持续了两年多, 后来网友发现妮妮景博然在晚会上已经不坐在一起, 景博然的戒指也换成了伪戒, 妮妮上向往的生活说, 每个人只能陪你一段的缘分, 果不其然, 2018年7月, 双方发声明宣布和平分手, 顺着分手声明的还有一份律师函, 否认是合约情侣, 但刘文这可还是初恋, 此次刘文在参加某综艺节目时就曾经说过, 我没有男朋友, 我从来没有谈过恋爱, 工作就是我的男朋友, 这样说来, 这一次可是刘文的初恋, 也不知道两人这次的感情能不能走到一起呢, 毕竟景博然可是被网友们调侃为花心小王子的人物, 不过从如今两个人的这个态度可以看得出来, 他们并没有选择隐瞒大众, 而是想要直接公开这段恋情, 从5月初起, 两个人的感情就已经是非常的稳定了, 到现在为止, 两人感情也依旧非常的好, 至于后续何去何从, 我们不得而知, 也轮不到我们管了, 再看另一对, 杨成林和李荣浩此前被造谣已经离婚, 当时两位当事人以及极客俊逸都颤出来回应过, 否认男方出轨一事, 如今二人也是双手紧牵, 两口子感情好着呢, 此前杨成林还发文称, 这几天都是吃景博然做的食物, 看来最近这两队确实是走得比较近, 不过杨成林和李荣浩都是歌手, 景博然是演员, 刘文是模特, 都在不同的领域神耕, 可以说是跨界的朋友, 最后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。